3月17日由台湾电视台共同举办的 《送爱到日本311赠灾募款晚会》 今日在台北举行 胡瓜、蓝星梅、郑元畅、菲儿、菲伦海、范伟奇、吴建豪、徐伟宁 林一辰等几十位艺人共同出席该晚会 各位艺人军表示希望自己献出一份力量 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受灾群众 并集体为受灾群众祈福 人气小声郑元畅表示 由于日本地震来得太过突然和猛烈 早期安排好到日本的工作都已经取消了 尽管如此自己还是会将工作重心 转移到帮助受灾群众上面 其实我4月初要到日本计划 现在都已经是取消了 然后因为我觉得现在他们最需要的是一些灾后的重建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把重点跟重心 全部在帮助他们 协助他们重建的这个位置上面 作为主持界大哥级的人物胡瓜表示 大家都可以出一份力帮助灾群人民 但是他还是强调 每个人捐出多少钱都是一份爱心 希望大家不要拿金钱做比较 把善事功利化 呼吁大家不要因为金钱大小来去做一个评断 每次这个有救难的时候 我们大家捐钱大家数字上打做文章 变成爱心就变成一个攻击的力气也不好 我希望大家今天专注在捐款上面 呼吁大家多多捐款